瑞穗乡公所向原民会争取获得三年期的原民产业扶植计划 今年执行最后一年 乡公所从社区培力部落小旅行 到今年即将成立的部落产业合作社辅导推动 高度关注的乡代表林玉芬长期调查 执询扶植计划中的原民部落农庄青农 乃至于部落比例异常的少 表示非常不认同 从原民会公部门职权业务对象确立 原民会专款专用的概念 向代表林玉芬咨询相公所 向原民会争取获得三年期原住民部落产业扶植计划 所扶植原住民或部落却异常的少 请相公所原民可说明 花下来然后看到这样的成果 我认为它的变迹效益太长 我觉得太少了 那我知道很辛苦 因为部落要配合也是需要有很大的一个力量去推展 但是我们不能幻想 但是三年来结果是这样 我会觉得有一点点觉得有点失落感 这么多千两千六百万 代表中间有一千多万 一千一百万左右是我们的资本 所以真的用在培育的是剩下的经费 大概是一千二百多万 那未来像这个计划结束 未来呢我们还会进行学计划吗 这孟根代表包括 我们这个月二十号的时候 我们就是经由这个计划筹组的我们的合作社 他们会那个创立会议在五月二十号的时候 等到创立 创立的干部组织签订之后 会送于县补合备 基本上这个组织 他就是 他订案之后 这个组织就会去做一个事与应的动作 相代表痛批三年扶植计划的资源 受惠的部落或者原住民族人少之又少 承办业务客长马嘉明则答复指出 像是部落小旅行扶植推广至今 常常秒杀也成为常态性的观光活动 现在也积极成立合作社 未来能够独立自主的发展 三年将近三千万元的补助经费 相代表林玉芬痛批最终却成立一个 原汉共享资源的合作社 也不见部落产业提升部落观光游城 也不见部落产业提升部落观光游城的推广 对此强烈质询 乡长陈静光青上火线说明强调 最主要的原因是部落人才的赔利 始终都无法获得突破 我想公所办的太多了 那这些培养的人 有没有正式的来投入到 我们未来要做的一些计划里面 那因为很多的因素 家庭因素 经济的因素 所以让他没有办法全心投入 相代表林玉芬直询重申 肯定相公所计划争取不易 与执行推广期间的辛劳 然而专用计划的资源 大家共享不但无法扶植 凸显在地部落产业文化 反倒又将部落逼退居次要 计划最终成立合作社独立自主发展 届时相公所扶植原住民产业的力道 能否再触及到部落 林玉芬十分悲观 记者石玉兰瑞瑞采访报道